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义特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要说一说 因为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股市 一开局已经是相当不美 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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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到1月22日的时候 深刻也跌셔 跌破15000点 看到来到2014字项目 那今天回沿1 user朋友 到115 resinc 即是坚立到屏革 我相当多朋友 介乎富贵险中仇 怎么知道很多人aje利 集中虚arks的牛洪症 就叫做反弹 不要这么多红仔 落天红仔饼的话 他就死了 我看到他们的留言 在WhatsApp群聊天的时候 他说真的很惨 他的牛仔被人拖走了 因为如果跌到某个数据的时候 他的牛红症就会打靶 就会拖走牛牛 哎呀,看到他们很惨 如果等到今天的话 都可以暂时保住牛牛 牛都不知拖走到哪里 现在他们也很寄望 特区政府会否想想 有什么可以做 让市场真正正有起有落 他们这样才可以玩牛熊 或者其他衍生工具 才可以过瘾玩玩 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人 去做这些高杠杆的投资 大家都知道 如果香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 如果他们不断上涨 上升等等 市值更高的话 证明他们这些公司才值钱 还有有前景 如果你看到恒生指数不断下跌的话 那就是越来越不值钱 是不是看到 接下来会变成金融中心为止呢 暂且暂且还未到为止 因为还有15000点剩下跌 还有上落 真是惹人惹 因为我们看到行政会议之前 逢星期二 李家超特首会出来跟大家谈谈 有记者也问 跌至这样 重重突破大家的心理关口 我们的心理越来越变得强大 越来越跌都能继续承受到 我们都很期待特首会如何回答 我看他回答了那些 我差点要拿氧气筒才行 他说政府和监管机构 监管局等等 一直留意市场股市的波动 他认为市场运作是有罪 看不到什么不寻不常的现象 还问代表股市者是有起有落的 是市场动态 来提供股市民谓慎留意市场的变化 留意什么取决 听到他们说 现在买突破失落 未见其ých的资金 特首怎么投资呢 我想他的意思是 -许晨 你将周期再车一点看 時也扯达到 那么什么时候 这样 這樣可能會等到天方地佬 真是令人害怕 他就說了很多因素 包括息口高企、地緣政治、供應鏈不確定 現在供應鏈不確定?不是吧? 假設我們舉個例子 看一些汽汽車 之前那些車給了訂購 九個月後才交車 也出新一款 還未整 供應鏈有問題 例如晶片或其他部件 運不切來做不切的話 是要等那麼久 例如Tesla那些款式 等得來 有些人就退訂 還有市場對於美國的 大選變化有不同的反應 不同的候選人對國際影響關係 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就帶贊了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國際性 仍然充滿著競爭力、吸引力和優勢 包括至今可以自由流動 還有完善我們的監管制度 不是吧 市場的情況 證明它沒有吸引力 對嗎 你要加強市場的吸引力 令人覺得來到香港 投資 或者對市場的信心 要有在這裏 才可以的 但你看到它 是沒有這些的 似乎我們隱隱然 感覺到 特首 或者現在這個現界政府 那個愛國者原則底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同感 它覺得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即是 怎樣都是要 搞斷了家裡的事情 然後就是要 國家的 安全 和穩定 然後就會 好事自然來的 所以看到它 經常都說國安法 隱隱然 有些外國勢力 要干預我們 又有其他不同的事情 你想想 是不是到時 是的 所以由自及卿 它是不是仍然在想 現在還未夠完善 是不是接下來有23條 市場才會反彈呢 是啊 快點立場 高一高市 就是要 因為 社會需要穩定 有安全感 人家才是投資的 所以 有什麼立法 快點立 是不是這樣 現在有這樣的情況 你會看到 李家超是否真的 和警察那方面 他又是警察出身的 是不是 所以經常想來想去 只想 天下太平 然後 大家會有錢 你是否只是這樣想 如果你的思維 就不行了 也是的 但是對李家超來說 我其實也看不到他可以做些什麼 是不是 因為市場 是有上有下的 現在是低潮嘛 你叫他 難道真的會動用 一些資金來入市嗎 是不是 很難的 當然 我們之前在節目也提過的 最好 例如新民黨 帶頭 全入 或者將自己的薪資 放在九成 以示自己的信心 你在那裡做 你自己也要以示的信心才可以 是不是 投資多一點 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 或者買納米樓 或者這樣那樣 這樣可以嗎 你看到 李家超這樣說 是很嚇人的 充滿競爭力的話 請問市場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缺乏競爭力 所以才搞成這樣 因為這個 目前香港的市場 就吸引不了人來投資 錢就走了 慢慢 對不對 錢就是這樣的 很現實的錢 根本都不會說 你不理你 立什麼法 我自己認為就是 他是看 那個市場 有沒有風險 以及 匯報是怎樣 他才知道錢 才會來 現在就是很多人 我相信就是看不到 問題 就在這裏 為什麼 寧願去別的地方 都不來香港 是不是政府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都是 我也看不到政府可以做什麼 你凍了在這裏的話 我們看到 你怎樣去積極 例如開拓多些的機會 或者市場上的氣氛 怎樣去做好它 我們不是說 夜繽紛 買魚蛋 搞些市集 這樣就會叫繽紛 可以這樣嗎 在股市裏搞一下夜繽紛 例如好像把股市的交易時期 可以延長一點 做完夜市可以嗎 股市 有或者 這麼厲害 弄多些市場宣傳 例如多買多送 買一送一可以嗎 買一股票就送一股票 可以嗎 或者做積分一位 很難 就算減低買賣股票的稅 我想都吸引不了什麼 最慘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與此同時 李家超說了一個令人灰心的訊息之後 看到報道說印度已經超越了香港 成為全球第四大的股市 真的慘 很心急 即是馬上那些皇友就拿了賭神上當年那張圖 即是滴下山 放在那裡吃蝶子 朋友你回印度吃蝶子 然後說了幾句沒多久 就因為他被那些人報仇 叫我回去吃蝶子 讓你滴下山 現在回轉了 究竟是不是印度人和香港人說 朋友你回香港吃炭吧 吃炭就吃炭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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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真是看到很心酸 差了啦 為什麼對於李家超 他說的令人失望是什麼呢 我們是看得到的 其他地方的股市是上揚的 剛才你說的美國大選變化作出不同反應 喂大哥 阿超哥 美國正在升了 升了一段時間了 為什麼印度也會超越了香港 印度也會升 為什麼會這樣 解釋一下 升到連地震 綠移島 火山 噴火山灰 撞飛機 綠色隕石外星人集日本 那麼多烏梨馬茶古靈精怪的日本 都可以繼續升 唯獨是香港 外國勢力 日本那些 連印度也超越了香港 你竟然跟我說充滿競爭力和吸引力的優勢 你是不是玩我呀 現在印度也輸 輸給印度 以前經常拿來做笑話 取笑人 回印度吃招 現在真的被印度人笑回頭 你說那個心情是多麼令人感到惋惜呢 我想印度的朋友就不會介意 是不是枉精度的 這句話 這句話那麼充滿這些意味在裡面的 可能到時候 哎呀 香港的 別擔心 一起過來吃咖喱 我請你吃咖喱 還有 耳架不用怕 你們呀 不可以用掃教餐具 我們一切用手吃 朋友 你知不知道左手還是右手吃 你用左手呢 香港人用左手 其中一隻手 我來擦屁股 哈哈哈哈 我們真是撞你的鬼 見到吐血了 我們主持 兩個都持有一定的港股 我們是齊齊心痛齊上齊樂的大家人 哎呀 沒錯呀 我還沒買 我也沒買 血肉長盛 血肉長盛 整隻蟹 打橫眼 玩笑無機 直到不知道圍著多少個地球 手牽手 包著圈 蟹的蟹鉗連著蟹鉗 哇 台洋圍著地球磚 我的人用來多到 做蟹柳 也夠你吃一輩子 哈哈哈哈 這麼厲害 哈哈哈哈 笑中有賴 你看到他這樣說還要說什麼呢 香港是多項金融業的中心 包括是離岸人民幣的第一金融中心 在國家政策支持下 喂 超哥不要再背這些稿了 這些我也懂得背 我也懂得背別的 我也懂得背別的 投資可升可跌 買賣股票的時候 千萬要記住 衡量自己的個人風險 例如這些聲明 他繼續說下去 在一國兩制下 互聯互通的支持本港金融市場 喂 這麼有支持就不是這樣的境 我們好開心 因為國家副主席 韓正 接下來會見匯豐的高層 這樣代表什麼呢 展示這筆帳給大家看 國家是大大力支持本港金融中心的建設 你這樣的話我真是 我也知道 但為什麼現在搞成這樣呢 是不是呀 真是何界 快要改名的了 你不是李家超叫李家牛 現在變了對牛彈琴 喂 你要想一些東西出來 等大家在金融界那裡 有些東西搞一下 還是怎樣才行 如果整個市況 情況這樣 就不行了 最慘的是什麼呢 香港人自己 都不想看這一台電影 回到內地消費 然後還說些什麼呢 對呀 沒有眼睛看 不是不想看 還說 哥連啊 開關給你 我看見好像是其中一個口岸 忘記了是洛馬州還是深圳灣 就說開到24小時通關 羅湖再開長一點還是怎樣 嘩 沒所謂 還好 是呀 方便一點 打完骨 半夜吃完宵夜 回來香港睡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第二天又再上過去 你更加無阻隔 玩夜了才回來香港 都沒有問題 香港到時 在農曆年的時候 為什麼呢 你又加一加二加三 你們兩個粉葛 我見有人留言罵我們 還鼓吹人家加四 加五也有可能 要賺錢就是這樣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如果你去到加四加五看能不能做生意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加四加五 加四加五的話 那些人就會覺得 糟了 樓下那間什麼 春季茶餐廳 好像說 每個早餐再加五元 哇 這麼益時貴呀 回大陸吃得更好 吃吃吃吃去幹什麼 回去內地吃 地鐵去哪裡吃 哪裡玩得更好 接著約來別人 西瓜幾ри吃吃吃吃損 誒不要讓他讚 啊 那麼多年把他讚得夠了 기다려 這些茶餐廳 黑巧合麵 不給例子 bli 不要派例子 去我後面 前面 x我 忍了好久了 今年24小時通關 好 好 特首好 好 這樣uses so much 你还跟我说,有升有跌,有起有落,不行啊 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说这么多,反而没人怪他 现在说完之后,那个心情总是觉得,喂,你是不是在潤我呢? 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我很多货都迫着了 天天就看着那个市场不停下跌,不知何时才停下 就算你什么都不做都好,你都不要说这些话来潤我,是不是啊? 我可以这么说,老实说 你看到市场和我看的市场好像不太相同,你看到30,000点的市场 我尝试去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相信他那个角度就是告诉大家 目前那个市场是运作正常的,我是指技术上运作正常 要买又可以,要卖又可以,就是这样的,纯粹技术性,没问题 但是呢,市场现在真的很厉害嘛 你讲完这些东西不着边际的,就会令人觉得你是 是不是在潤大家蟹主呢? 是咯,你其实看回2021年年,年初的时候 2月左右,2月中左右,还有3万点,一直跌下来 是咯 其实就是在2022年10月的时候,也曾经一度跌到很深的 过了15,000,应该是低于15,000 现在又再出现这个情况,你见到,喂,德洛智又不会再上回来 那究竟是不是他又会觉得,未来又会有机会上回来 过了20,000点,还是怎样的 好像上年1月的时候,还有22,000左右 由22,000,跌了一年 虽然你说有上上落落,是,你会看到是上上落落的 每天都,但整体是反复向下沉底的话,这样很麻烦 那究竟还有没有机会上回来呢? 因为市场的气氛,你感觉不到什么动力 是叫做推得上来,大家也都见到 因为与内地方面,国家纯次相议 如果内地的经济不是那么好的话 就会变相令香港也会跟着一起 那究竟这个大环境又如何呢? 不如这样吧,我们拭目以待,好吗? 好吧 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印度吃咖喱庆祝,我们要吃什么呢? 吃粥了,这次要吃粥了 吃粥了,没有办法 等一等,希望他将来也想回去 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